欢迎到1705,是你们的热稿 能常说艺术是无价的 在看新闻的时候 常常能看到一些出自某位艺术家的艺术品 又被以多高昂的价格成交了 就在前段时间 一幅看似神秘的肖像画 以43万美元的价格成交 43万美元放在众多的艺术品中 实在算是很低的售价了 但这幅肖像画的作者并不是人 而是人工智能 这幅由AI创作的肖像画名叫 Edmond Blimey的肖像 这是一幅参与到拍卖中的 由人工智能所创作的作品 设计这个AI的团队 是来自巴黎的艺术团队Ovius 他们认为创意已经不再是人类的专属了 而是认为仅仅是依靠一组 看似简单的设计代码 就可以使AI创作出一幅画 Ovius团队采用了一种名为 生成对抗网络的人工智能算法 进行设计创作 手心编写好一组人工智能程序 再挑选了大约1.5万幅肖像画 来供其学习 最后使得程序能够通过鉴别棋 找出人类与AI画作的区别后 进行自主创作 得出了这幅Admo Blimey的肖像 相信很多人会和小编有一样的疑问 在经过了人类的编程设计和学习画作之后 这样一幅画作 真的能算得上是完全用AI独立创作的画作吗 很显然是不能的 而所谓的生成对抗网络 也不过是营销炒作的一种方式罢了 但其实在此之前 已经有不少的艺术家已经脱离了独立创作 选择与机器相结合 与机器共同创作 得到同时具有自己创作风格 与机器风格的艺术品 这一方法不仅可以使创作更加的多元化 还能破关人类对艺术的认知界限 也算是一种与众不同的艺术了 欢迎走进一听 好吃好玩有趣都逼东西 我们这里通通都有明显解商 快上车 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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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